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这一条视频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年的欧冠 2月14号情人节当天开始打响的欧冠了 我们来做一家简单的分析 目前还有16条队来打这个1%决赛 目前的队伍是巴黎生日尔曼 拜仁 利物普切尔西 皇家马德里 AC米兰 热翅纳普勒斯 国际米兰 马德里竞技 法兰克福曼城 莱比西 多特蒙德 布尔图 布鲁日 本菲卡 塞尔赤宝红牛 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希望争夺 未来的欧冠军或者说是比较靠前的队伍 分别是利物普切尔西跟皇家马德里还有纳布勒斯 我说一下我的原因是因为 我总会给一些就是不团结的球队呢 给予一些降低一些预测的这个方向 比如说是巴黎甚至很慢 最近有点就是腰气出现啊 感觉有点奇怪 那么拜仁这里呢 就是因为这个防守体系啊 以及整个的团队当中内部呢 有一些斗争啊 所以呢 我也是没有看好 那么 AC米兰就不用说了 然后热翅的话呢 也是在后防的防守端呢 有短板 比较大的短板 国际米兰呢 目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就是有可能它是有积极作用的啊 但是我这也虽然没有看好它 可是啊 要做一下保留马德里竞技的实力呢 要比其他队稍微差一些 法兰克福还不如拜仁啊 然后曼城这里呢 也是有一些结构性的短板 比如说是这个哈兰德 如果跟德布达内没有配合成功啊 被一些球队限制的话呢 整个的结构会出现问题 来比西红牛跟啊 萨尔赤宝红牛呢 就我觉得跟拜仁的实力啊 也有点相像啊 比拜仁要差一些 所以呢 德甲这边我普遍的没有看好 原因是因为就是今年德甲打的就是 太过于大开大合 感觉不像是这个能拿冠军的球队 因为缺乏了一些保守的方案 有点太过于激进啊 然后这个本飞卡呢 是具备非常强的进攻得分能力的 所以要也要做一个稍微的保留 那么为什么 看好皇家马德里 那不论是利物浦跟切尔西呢 首先皇家马德里 他是有所谓的这个叫做 欧冠DNA的 所以呢要保留皇家马德里的这个 夺冠的趋势啊 目前看起来皇家马德里 阵容结构没有太大的问题 偶尔的一些就是你看到他的稍微低迷的状态 有一些是延误弹来的啊 还还看不清 那么那不论是这里呢 整体的攻防转换呢 就感觉到特别好 而且人员的配合以及这个传球 很多的小球也打得出来 然后快速的进攻也打得出来 防守也有啊 高点也有 中锋还有边路都有 我觉得那不是非常的整体 今天是一个得贯的热门 然后 为什么还有包括利物浦跟切尔西呢 因为虽然说在英超当中 利物浦切尔西目前状态非常差 利物浦上一战是3比0输给了蓝队 可以说是给外界看的话是跌入谷底 但是我会比较看好利物浦跟切尔西的原因 是因为看不透啊 因为利物浦跟切尔西不至于这样子 不知道里面是卖什么药 就是你会感觉到利物浦这边是看不透的 不至于是这样子 一定是在欧冠打响以后 或者欧冠开场的前一场比赛 也就是星期六晚上有可能啊 盯一下这个赛事 然后呢有可能开始打出他们的这个方案出来 然后或者更深的尝到了最后的欧冠来打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欧冠前一场呢 是会打开的 利物浦这边 因为一些球员的伤病啊 或者是说修整呢 还没有全部的归队 所以呢 利物浦这边现在底牌是不轻的 不要小看到 然后切尔西这边一样的道理跟利物浦 况且切尔西投入这么多钱 投入这么多钱 在这个战术上 以及这个策略上呢 还是看不透的 所以呢 一定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保留 所以我的感觉就倾向利物浦切尔西 皇家马德里 以及纳布勒斯为 是个比较好的方向 以及我会保留的是国际米兰跟那个 本菲卡 所以进一步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还要继续去跟踪 可是我不会看好巴黎圣日尔曼跟拜仁 原因我刚才有讲过重复讲一下 就是发现里面的结构性问题 以及内部有斗争的问题 一般这样的球队 我是会阻光的没看好 是这样的原因 好吧 谢谢大家